郑立文说他当年是他主动离开民进党 而且之后还发现说整个台独都是笑话 是骗局 请议员帮我们补充一下 我以前看郑立文早期在民进党的那种演说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台独的基本交易派 所以他是因为他发现了台独只是民进党拿来斗争的工具 所以他就奋而离开民进党 是他个人的说辞 那他说现在包括陈水扁总统 然后蔡英文总统讲台独都假的 他们现在都不讲了都讲中华民国文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他看破了这个假面具 然后他现在就跑到国民党去了 那我很想问郑立文委员说 那你现在到底知不支持台独呢 你觉得民进党拿台独来当幌子 那你个人呢 你个人的政治理念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是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 你觉得台湾才是最重要 为了要走向独立的道路的话 你现在怎么会加入国民党呢 你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言行呢 你要怎么样 你现在捍卫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到底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吗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 他的基本价值跟立足点 郑立文委员应该要先说清楚 这比他其他的画法式的攻击 情绪性的煽动都来得更重要 更根本 而且是没有办法被掩盖 也没有办法可以去抹杀掉的 是这个郑立文自己的话 是不是跨时空打脸 大家应该心里也都很清楚了 好我们稍微来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就要来关心的是 3Q立委陈伯伟的罢免案 到今天呢 我们来算大概已经倒数八天 10月23号就要来投票了 那今天他的苦行行程走到哪里 走到严家的大本营杀戮区 我们稍后回来 一起来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